大家好,我是橘子 孩子想吃排骨了,但是这个月的生活费已经超标了 今天就用5元的成本做了一盘树排骨 没想到孩子特别的喜欢 两个土豆去皮之后,切成粗条 如果太长的话,再把它从中间切断,放在盘中 接着呢,锅中烧水 锅底冒起小泡的时候,就要把土豆放进去 焯水一分钟,然后捞出,放在凉水中再冰一下 再次捞出沥水,备用 油条从中间给它分开,再切成小段 用筷子在中间穿一下 然后把土豆放进里面,像这样子 再放进淀粉中,滚硬圈,裹上一层淀粉 全部都做好,放在盘中,备用 接着我们再准备一些料汁 小碗中放半碗清水,倒入适量的番茄酱 两勺白醋,两勺白糖,搅拌均匀 像这样,备用 接着起锅烧油,油温烧到五成热的时候 把油条放进去 用中火慢慢炸,一面炸一分钟之后 给它翻一个面,再炸一分钟 全程炸至两分钟左右 炸至金黄,捞出,备用 锅中再留少许的油 然后把料汁放进去 开大火,一边熬一边搅拌 防止糊底 熬至粘稠,起大泡 把炸好的油条放进里面 快速的翻拌均匀 让料汁全部都裹在油条上面 就可以出锅了 把剩下的料汁也淋在上面 为了使口感更加的丰富 我们再撒上适量的熟芝麻点缀一下 家里如果有葱花的话 再撒上一些葱花 点缀一下 美味继承 油条和土豆这样一搭配 简单一做 外观上是很像排骨 口感上酸酸甜甜的 虽然没有排骨的肉质感 但是口感上也是非常的不错 特别好吃 我的粉丝朋友们 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宝妈呢 不怎么会理财 月底的时候只能赖紧困腰带生活啦 今天的这道美食虽然成本很低 但是口感上却是相当的美味 喜欢的朋友跟你试试做吧 我是橘子 喜欢就关注我吧